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继续和袁大名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arlene 你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以及你经常都说 我们身体健康的状况 其实就是由食物里面造成的 我们食物里面拿出的营养来造成出来 但是其实原来在研究里面 有一种食物 我们经常都可能有些人日日都吃的 但是它那个食物就会摧毁我们的脑袋 甚至乎是令到我们出现了那些痴癌 认知障碍 甚至是脑退化的问题 都是因为日日吃这种食物而产生出来的 这种食物就是面包 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 都日日都很多时候吃这个面包 究竟为什么这个面包会是导致了 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出现的呢 袁先生 你可不可以和您解释一下 我们觉得身体是营养造出来的 身体是要靠食物的 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些食物 都会导致很多身体健康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 即是 one man's food is another man's poison 即食物都是不是过得对的 是是是 也都有一些人吃某种食物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 我给一个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个是讲一位五十八岁的男士 他以为他自己出现老人之外 那为什么呢 他发现他和人聊天的时候 那头讲完呢 几分钟之后呢 他完全忘记了的 他不是说忘记了他刚才讲是什么问题的 他其实忘记了他刚才讲过的 就是这么严重的 即是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 那还有呢 他在开车的时候呢 不小心呢 原来本来要使用银子的 即是要加油的 他一手有一支银子的银子 哎呀 很危险喔 是的 那 那很多时候呢 他讲 即是在聚会那里呢 他会讲一些故事给人听 但是呢 讲完了之后呢 他就重复了 他常常都是 记住 他在58岁 即不是说90几岁 80几岁 很年轻而已 是的 那 那 有时候呢 他自己 譬如他在家里那些 那些碗碗碟碟碟 那样 那摘在哪里呢 他会 他会常常忘记了 他住了20年了 都会忘记了 那死了 那他现在想起 大事了 他可能要去 去那些老人中心 是的 那他这些的情况 真的好像是 那些老退化症 老人纤维症的问题 很严重的 是的 很严重的 那他差不多想着 哎呀死了 我自己搞不定 自己危险 那我就想着 去那些老人院 那些 那些 那些中心 有人照顾他 但是呢 他突然之间 他记得 他好像 他听过有一个研究 在梅尔 梅尔证所 是 全世界很出名的 在Minnesota 一个梅尔证所 曾经说过 有些人 他可能 以为有些老人痴癌症 症状 其实是跟一种的食物 一种蛋白质 是有关的 这个蛋白质 就是Gluton 就是蜜蜂 蜜蜂 我常常叫面羹 中国人叫面羹 中国人叫面羹 所以中国人其实都吃的 不是只是面包 我不是吃的 其实很多人都吃 有糯米饭 面羹 都有这样的食物 这些食物通常在小蜜 大蜜 和黑蜜 蜜蜜 那些方面都有的 很多谷类的食物 都有这个 面羹 蜜蜂的成分 他说 是的 他突然看到这个报告 他不如试一试 试一下 改他的饮食 改一些完全没有蜜蜂成分的食物 希望可以有些帮助 要不然那些医生说 你这么年轻 已经出现了脑海痴瘡症 其实都是不得医的 是 没得医的 好了 他这时候 他就放弃食物 放弃其他有蜜蜜蜂的食物 譬如啤酒 他不喝 他蛋糕不吃 pizza不吃 有些presso 那些 他全部含有蜜蜜蜜 或者说面羹的食物 他完全不吃 是 那结果呢 在两个礼拜之内呢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撤除了 那个面羹这类的食物呢 他的脑子就开始一路一路在修复 嗯 那他发现呢 他的记忆就慢慢慢慢 就是明显地 稳定地来到回复 那 那当然呢 他那些朋友啊 家人呢 就很快就 就是察觉到 哇 怎么这么不同啊 那样 那他平时这个人呢 就是可能就 就是很生气啊 整天不记得东西啊 整天温温等等 疼得不清醒呢 那突然之间呢 最后呢 就是 就是 很快了 OK 那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面羹 那大家知道呢 面羹是那些 就是蜜灰里面的 这些很多谷类的 一种的成分 那通常面羹呢 是给我们的食物里面 有一些 胭的胆性 是 所以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是中食 那些糯米饭 那些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呢 对容易 受影响的人呢 这些面羹呢 是会 刺激他那个免疫系统的 OK 那就 引发我们的免疫细胞呢 是自己攻击自己身体的 是 那他攻击的地方呢 是会损害 或者 我们的 神经 和脑类的细胞的 OK 但是 大概都 都没有什么人 有一个 统计大概有多少人受这些问题 但通常最近这个资料开始越来越多 我们先讲讲有关面羹的资料 第一面羹是我们不能消化的 你可以忍受到它 它可以经过你的腸道 但你不会吸收面羹 但是它没有什么健康的好处 它没有什么营养 你是吸收不到的东西 有一个研究说 大概美国人里面有1%的美国人 是有这种严重的 面羹不受的问题 出现一种病叫做Celiac disease 是那种乳微射 就是一种很严重的肚射 甚至乎会出血 很多人会因此死亡 有些人会死亡 这种叫做自身免疫的病 是会导致摧毁我们的消化度 我们的神经和脑袋 当然Celiac disease 这个乳微射 这种病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不是说 因为面羹只是导致这种病 其实面羹的不受性 是会导致其他 比较轻微的毛病 估计大概是 可能6-20%的美国人 我发现外国人士 这种问题是比较多些 是 可能会有这些面羹不受的问题 对他敏感也好 有些人会说 对脈肤敏感的问题 好了 他们的健康问题 就是很多的 很多时候 他发现 他这些病是解释不到的 OK 好了 通常这个问题 任何的年纪 可以随时都可以发作 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但有一天起床 你突然之间 就出现Celiac disease 所以这是一个很突然的问题 突然之间出现这样 好了 当然 除了我们的腸道 就是我们所知的 我们的食腸道 那些 潰烂的 那个严重的问题 其实 这个胚胎 那个脈肺都会影响我们的脑袋 OK 最近才慢慢开始 就会更多人 认识这个情况 好了 那说回梅尔诊所的研究人员 就是当时 他们就研究了 调查了13位人士 有Celiac disease 有这种肠的鱼尾射的严重问题 那发现呢 他们呢 同时都有脑退化 还有很严重的认知的不足 是 还有年纪比较很轻的 所以呢 他们开始就慢慢地就发现 其实不是单止 抢敏感 抢烂 抢溃 那么简单 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出现其他的问题 好 那这13个人士里面呢 就是有这些 就是传统的所谓 脈肺的敏感 不受的抢道问题之外呢 他这个其中呢 是有8位女士 5位男士呢 全部都是出现一个什么呢 失忆 嗯 老代呢 就是混淆 混淆 就是混淆的 还有呢 他的性格改变了 嗯 OK 那好了 那在这些情况之下呢 那这班研究人员呢 就将他呢 就 改他的饮食习惯 是全部是没有物配 即是没有面羹的食物里面呢 他发现呢 他们那些记忆力 即是 记忆 忘记 即是失忆的问题呢 就全部好了 停止了 和刀转好了 那所以这个梅尔这个诊所呢 就将这个的资料呢 是刊登了出来 是 那就好彩呢 给这些鬼人士呢 就看到 是 就未曾入那个 未入精神病院 未曾入老人院 那时呢 他就 哇 原来这个问题 在这里而已 那他就改他的饮食习惯呢 就将他的问题 全部好回来的 好了 那除了 这个的 腸严重的问题呢 那还有的时候呢 它是 它会影响你的神经系统的 它影响你的脑袋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我们出去有些人呢 是周遭神经的那些问题 就是 Peripheral Neuropathy 那他那些问题呢 通常呢 就会觉得有麻痹 嗯 还有呢 是觉得痛 或者觉得呢 失了平衡的 嗯 很多人呢 年轻轻都有这些的 就是突然之间 咦 突然之间好像 想跌一跌 那 那 这个是不同程度的 就是那个 那个脑的那个问题的 那就是 加上我们所谓的 认知那方面的退化 那很多时候呢 这些呢 全部都是呢 都是因为这个 那个蜜灰这个不受的问题的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 这些这样的 就是自身免疫的 对蜜灰的反应呢 是会导致我们的肠发炎 嗯 那很明显呢 在一个有问题的肠呢 我们吸收营养 当然吸收不到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会发现呢 那个营养不足 OK 那呢 就 导致呢 它就是 出现营养的缺乏 那比如维他命E 维他命B12 和叶酸 嗯 那因为在我们的诊所 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我当时呢 遇到这些这样的问题 那我第一件时候呢 都是 補回那些 对神经系统 有帮助的营养素 是 是 那当然我有时候 会看一下它 有没有脊椎那些问题 那我有时候 都是因为脊椎 都是一个因素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发现这个问题 那记住呢 我们的经验呢 你会发现呢 很多很多人的问题呢 都是个腸的敏感的 嗯 那我们当然可以帮他做那些 敏感食物的测试 是 简单一点来说 那也都是 子侦这个问题呢 就是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自己试下 改一改个人食 改个人食 那我们有一些 很简单的单张 啊 啊 和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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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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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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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就是 那些很多专家的感觉呢 其实呢 十个人呢 有一个人呢 是 就是有 有这类的问题的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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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时 有些人呢 就觉得 可能 那些 那些肌肉呢 好像想拔一下它啊 就是 動一下它啊 扯一下它啊 啊 啊 有些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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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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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 有所謂的精神病 包括嚴重的情緒低落 狂妄、maniac 也有想自殺的念頭 也有躁鬱症 開始看到很多 通常病人是很慘的 大家都不太了解 為何要做這些 食藥又怎樣吃呢? 食什麼藥呢? 所以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們過去一直都遇到這類病人 通常都要考慮 他有沒有這種食物的敏感 還有我們用營養 大量的營養 因為他的腸已經出現了炎症 他吸收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 補腦補營養的方法 是比平時多很多的 才能夠幫得到他 所以有時候我們 飲食方面 吃東西方面 有時候有些 出了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 其實背後可能是這類的 好了 還有一些 再跟大家分享 有些是因為這個脈膚的敏感 導致的症狀包括很焦慮 是 還有Taxia Taxia那些問題之外 他行動 有時候好像覺得 不是很穩定 有些動作很怪 那樣的 頭腦就是溫溫彈彈 不清醒 情緒低落 那個扁頭痛 還有可能有時候 那些抽筋發揚店 還有你的腦袋 那個智力是出現問題的 那我發現有時候 有些病者 通常年輕的時候 他就無法上班 他無法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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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思路 他的智能 已經是影響得到的 所以 往往他就在家裡 蹲在家裡 不知道怎麼辦 他家人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好 又不敢讓他吃精神科藥 一吃了之後 他都不會好這個問題 只不過中間的人 他改了他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值得要關注的 好了 剛才你說 為什麼我們突然之間 我們這麼多文明人 對這些這麼簡單 這麼常見的食物 都會有這些問題 食物應該是好的 對不對 我們食物應該是 人是食物做出來的 為什麼食物做出來 其實問題在哪裡 我們的食物很多是 基因改造 OK 很多食物我們基因改造過的 很多我們粟米 90%都已經基因改造過 很多的小物 是全部基因改造過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人的身體 是平時 不會出現這些 對這些正常食物的 一種抗議 忍受不到 其實 這個是跟我們 基因改造的食物很大關係 除了我們見到的 蜜杯 小蜜 大蜜 這類的 黑蜜 蜜 其實很多我們的食物 加工食物裡面 有加很多這類的食物 譬如很多調味品 湯類的食物 灌頭湯 湯粉 那些甜的食物 雪糕 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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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甚至乎很多營養的補充劑 還有西藥 其實都不多不少 有時候 無意之中 有這種食物 如果大家有這個知識 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 記住 我們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會不會我們的蜜杯 這個問題 是一個比較驚人的 一個研究報告出來 通常我們到時 可能見到 人們對於蜜杯的敏感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可能出現了皮膚的問題 濕疹等等 原來其實 會導致到 腦筋的不清晰 那些東西 因為 越年輕越有這些 蜜杯的不耐受性的時候 出現了這些的時候 更加 他就可能會 自己應該要想到的東西 想不到 所以變成焦慮 躁狂 躁鬱 這些東西 原來就是這個食物 引起了出來的 只要可能減少了這個食物 減低了這些食物的時候 其實可能這些病 已經是不約而遇了出來的 所以 通常我們要醫治的腸腸道 是的 我們會發現 百分之五十的起碼 其實我鬥的病人 我都要看腸道的問題 沒錯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的 即是腸擊 經常要急去洗手間 很多氣障 其實很多問題 都是我們的腸道出現問題 於是我們食物的營養吸收不到 營養不足 導致我們很多的 其他的腦袋 神經系統的 那些古靈性怪的症狀 是的 現在越來越多這些人 但是如果是說對這個 墨膚母敏感的人 其實他又對這些方面的情況 又會減低了這個風險 就出現的了 是不是 今天我們很多謝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聚聽 拜拜